Hola 各位 我是沛琪 今天要來看到的是我們BP50太初十日的轉盤 說實話 我覺得這女角其實也蠻香的 嘿嘿嘿嘿嘿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她的升級的部分 第一等級呢 它會給一些大家可能比較會常用的配件 然後呢 還有附載一個小貼紙 再來呢 是我們的第二等級 我們的第二等級呢 是吉沙特效 那它有基礎版本 二連鎖跟四連鎖 然後它的加成是送了一個小貼紙 接下來呢 看到的是我們的第三等 它會有一個升級外觀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基礎呢 在這邊已經變成了月亮的形狀了 等一下我們會有細看 除了外觀的變化以外呢 它的加成這邊呢 是多了第一寫的吉沙博報 還有我們的名片框 接下來呢 是我們的第四等級 有我們的異光彈 老實說 我覺得這異光彈其實跟FFAR1都蠻像的 然後呢 這邊的加成則是我們的吉沙波報 最後呢 是我們的第五等 也就是我們的滿等 那我們的滿等的終極外觀 它會多了滿多 像是太陽被行星圍繞著那種感覺 那跟第三等相比呢 是屁股那邊多了比較多的細微的變化 當然啊 除了外觀的變化 還有我們的加成 加成是由我們的分享 還有我們的入場展示跟MVP的顯示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機秒跟它的奇沙特效吧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我們的解釋動畫 它變成方塊的樣子 有點像瓦利會搬的那個垃圾耶 好啦 這個就是它的檢視動作 那它的第一等的機秒呢 它是一個圓圈的形狀 我覺得已經不錯用了 它夜光彈很像Oden跟FFAR1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的一等機秒老實說 它算穩的了 再來呢 這個是我們的三等機秒 那它是一個月亮的造型 滿多人說它中間那個兩個小圓圈圈那個滿檔的 不過呢 三等的這個機秒我覺得比一等的還要穩的更多 再來呢 這個是我們的滿等機秒 滿等機秒我覺得跟一等機秒沒有差太多啦 就多了下面那個小裙子 那一二三這樣子用下來呢 我覺得三等的月亮機秒 我個人是覺得它是最穩的 但是大家都說它中間下面那個地方有個圓圈圈很檔 我是覺得還好 那 關於我們的子彈技術器 它其實是在我們的準鏡下方 它有一個像日時還是月時的東西 我暫停給你們看一下 等一下你可以去觀察下面這個地方 它的子彈越少呢 它的黑色面積會越大 先來看到的是我們基礎擊殺特效 它像變成一個小光點然後縮不見的那種感覺 再來呢 是我們的二連殺擊殺特效 它比較像是被太陽系包圍然後被吸進去那種感覺 再來呢 四連殺的擊殺特效呢 像是有一顆太陽會爆炸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算蠻酷的 然後它也不會太大 那再來呢 這是我常用的配件 我一樣是會丟在我的IG 歡迎各位是我的IG找配件 那如果有什麼建議我放上去的可以跟我們說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 掰掰 拜拜